今集就来到说Monzo可以有多少利息 Monzo的背景是一家英国的Digital Bank 如果未太了解的话可以先看我之前的影片 如果你已经申请了Monzo和Transferwise 那就可以继续看下去了 要有利息就首先要有存款 第一个方法就是用Transferwise做一个本地英国过去英国的交易户口 在这里我已经进入好自己的Monzo银行户口 所以Transferwise就直接可以过钱去Monzo 收费是60p 在这里留意一下要选择Transferwise户口里面本身有的英镑 不然它就会帮你做一个交易户口 可能会有多些钱收费 说时次那时快 我的Monzo就已经收到Transferwise过来的钱了 第二个方法就是用香港版的Transferwise做一个国际户口 教学可以参考我年结里面的一条影片 最后TOP UP好上Monzo的户口 有钱在里面 我们可以来赚一下利息 Pyrocon是其中一间公司和Monzo合作的 它现在做的利息就是1.1% 另外两间公司有1.15%或者1%的选择 开一个Saving Spot 进来要存多少钱 留意存多少钱 当年是直接影响到你可以赚多少利息 同意了所有条款之后 你的POTS就会开好了 每个月到月底的时候 Monzo就会告诉你赚多少利息 我自己在11月1日开了另一个币 现在到15号就有21P的利息 在这里 如果你打算长期都不移动不淺的话 可以选择Fixed 最高利息是1.4%的 但至少要放6个月 以500磅来计 Tarter的Auction 是可以有7磅多的利息 一年的 这集是比较深的 如果大家有不明白 就在留言中 问我 尽量解答 我们下集片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